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利弗莫尔的故事 那么利弗莫尔到了纽约之后呢,就到了福勒顿公司 福勒顿公司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这是一家正规的股票经纪公司 那么他在这里开了户 那么福勒顿公司的人呢 听说过一些关于利弗莫尔的传说 就跟他开玩笑 说你在波士顿是小豪客 是个天才少年,对吧 但是呢,你来到纽约之后 你也只能从一个小交易员开始 这呢,也并不是夸大其词 因为纽约是金融中心 这里面高手如云,卧虎苍龙 想在这里站稳脚跟,绝非易事 但是利弗莫尔呢 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多年 在投机行的交易经验 应该是可以应付啊 在纽约真实的股票交易的 所以呢,他就很有信心 开始了股票交易生涯 那么事实情况如何呢 可能啊,非常出乎利弗莫尔自己的预料啊 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他就把随身带着的六千两千五百美元啊 全部亏光了 这也是他从交易生涯开始以来啊 第一次破产 生无分文了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思考啊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那么,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真实的股票交易和投机行的对赌交易之间 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区别就在于啊 真实的股票交易 他所看到的价格和他最终成交的价格之间 是有很大的价差的 这一点在投机行并不存在 那举个例子来说啊 比如说他在做股票交易的时候 他看到美国钢铁的价格是一百美元 那么呢 他就以一百美元做市价委托 可是等他拿到成交报告的时候 他的最后的成交价格呢 可能是一百零二一百零三啊 也就是说比他当时看到的价格要高 那同样的道理啊 等他想卖掉的时候啊 可能他看到的是一百零三美元的价格 这样他可能算起来是个宝本 但等他真正的成交记录回报给他的时候呢 可能仅仅卖到了九十九美元 九十八美元 这样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种信息的不及时 造成的这种价差 就让他损失很惨重 因为利弗莫尔在此时 还是重仓交易和短线交易 所以说这种价差呀 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但是呢 尽管他发现了问题啊 却没有想想好啊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他就做了决定啊 他感觉到自己目前所掌握的方法 还是适应投机行 在这种正式的啊 正规的股票交易的活动中啊 他还是不行 所以呢 他就下定决心啊 再回到投机行啊 去捞取交易资本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啊 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找到了富勒顿公司的老板 富勒顿先生啊 就跟富勒顿先生说啊 先生啊 如您所知啊 我在您这里已经破产了 现在呢 没有交易的资本了 所以我想向您啊 借一千美金 作为我东山再起的资本 那么富勒顿先生啊 看了看他 就说 小伙子 你不需要借钱 我吩咐一下 给你开一个信用账户 你在我这边做透支交易啊 一样的 你就继续交易就行了 那么利福门说 先生啊 情况不是这样 我在您这儿 目前只能亏钱 不会赚到钱 那么我只能去投机行赚钱 因此 可能啊 需要您借给我一千块现金 而不是开一个信用账户 那么富勒顿先生啊 就思考了一下 然后对利福门说 说起来也很奇怪啊 看到你呢 我就很喜欢你 而且凭我的直觉啊 我认为你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天才 嗯 那就这样吧 我就啊 坚持我的这种判断啊 我借给你一千块 我不收取你的任何利息 但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当你在投机行啊 赚到了足够的资本 再回纽约的时候呢 一定要再来我公司做股票交易 啊 就这一个条件 那么利福门一看 富勒顿先生对自己啊 如此支持 那肯定是要答应他 并且说 先生啊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么这样啊 利福门呢 就带着借来的一千块啊 交易资本 又去四处去寻找啊 投机行 那么这一次他去投机行 是如愿以偿 还是再次败走卖城呢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讲 大家好啊 继续讲利福门的故事 那么利福门借到了一千美元的交易本金啊 他就开始打听哪里还有投机行 有朋友就告诉他啊 圣路易斯还有两家投机行 规模还可以 这样呢 利福门就赶到了圣路易斯 到了其中啊 规模比较大的一家 利福门啊 在投机行确实是战务不胜啊 那么短短两天时间 他就净赚了两千八百美金 那么第三天 当他再走进投机行的时候呢 投机行的人就对他说 我们老板要见你 利福门马上就明白了 肯定啊 是他的老板 已经打探到自己的底细了 应该是做不成了 等他走到了老板的办公室呢 也确实如此啊 老板啊 毫不客气的警告他 不要再来我的投机行做交易 这里不欢迎你 马上离开 利福摩尔呢 也不用废话啊 转身就走了 去另一家投机行 他想看一看 在另一家投机行 还能不能做交易 等他决定要下单的时候呢 这家投机行的工作人员 就对他说啊 我们这里啊 不做你的生意啊 你还是赶快走吧 利福摩尔一看 圣路易斯的投机行 已经没办法再去交易了 那么也只好回到纽约 到了纽约之后呢 他先找到了福勒顿先生啊 把一千美金还给了福勒顿先生 并且对福勒顿先生说啊 我还有两千八百美金 福特勒顿先生啊 就笑了笑啊 你真是一个神奇的小伙子 那么既然还有两千八百美金 那你就在我这里啊 安心的做股票交易吧 投机行可能你也是 确实没办法再去了 这样呢 利福摩尔就在福勒顿公司 继续做股票交易 不知不觉啊 又六个月过去了 那么这六个月时间呢 比他第一次到纽约做股票啊 情况好一点 虽然没有赚到钱啊 但是呢 本金也没有少 就是通过市场呢 赚取了一点啊 自己的生活费用 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没有找到啊 通过正规的股票交易 赚钱的方法 有一天啊 有一个朋友找到利福摩尔 对他说啊 杰西 上一次啊 你在圣路易斯 赚到两千八百美金的 那家投机行的老板 在新泽西又开了一家投机行 规模特别大 不妨啊 你再去试一试 那么利福摩尔一听有新的投机行啊 那肯定是非常感兴趣啊 他就赶到了新泽西 他特意啊 等到周六啊 才去投机行 那么当时的美国呢 周六是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交易两个小时 利福摩尔走到投机行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在观察 到了十一点的时候 他拿出两千美金去做空 等他做空完以后呢 市场啊 果然开始暴跌啊 到了十一点五十五 他就平仓了 净赚了六千美金 他的利润呢 在投机行是非常的大了 投机行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个工作人员就对他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里啊 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这样啊 我先把你的两千美金的本金先给你 你的六千美金的利润呢 你星期一啊 过来拿啊 等我们星期一上班 你再来拿 利福摩尔一看也确实啊 投机行没有那么多现金 那也只能如此 星期一一早 他就过来了啊 他一眼就看到了啊 当时在圣路易斯把他赶走的 那个投机行的老板 这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当时这个老板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 就压力的对利福摩尔说 我不是警告过你吗 你不要到我的投机行做交易 利福摩尔呢 根本不理他这个啊 就对他说啊 我现在是来拿我的六千块的利润啊 你不要说其他的啊 赶快把钱给我 他们两个就发生了一些争执 这个争执呢 立刻就被啊 在投机行做交易的其他客户注意到了 大家就开始聚拢过来 那么实际上投机行啊 最怕传出来 如果说客户在他这里赚到钱拿不走 这种名声要是出来的话 那肯定啊 所有的客户都不来了 那老板见到大家都围拢过来了 也没办法 就把六千美元啊 给了利福摩尔 然后呢 很正式的啊 对利福摩尔说 利福摩尔 我警告你啊 我的幕后老板是罗斯斯坦先生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去打听一下 不要怪我 没有告诉你 那么实际上 罗斯斯坦是当时美国非常著名的黑帮大佬啊 手段也是比较的很辣啊 利福摩尔呢 肯定也是听过罗斯斯坦的一些传说啊 就故作震惊吧 就说啊 谢谢你的好意了 转身就走了 那么他回到纽约之后啊 就找到事先啊 告诉他说新泽西新开投机行的那位消息的朋友啊 就对他说啊 为了报答你啊 呃 我想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告诉你怎么做 然后呢 你去新泽西啊 去下单 这样呢 赚到利润呢 我们评分 那他的朋友一听非常开心啊 利福摩尔就是投机行账务不胜的战神啊 那么听利福摩尔的肯定没错 他的朋友啊 就去了新泽西 按照利福摩尔给他的交易计划啊 又赚了一笔 然后利福摩尔分得了4000美金啊 这样呢 利福摩尔总的交易的资本已经超过了1万美金 这个时候利福摩尔也在思考啊 投机行啊 毕竟是非法的啊 而且呢 也不长久 自己啊 应该还是要把交易的重心呢 放在正规的股票交易上面 这个时候呢 他就下定决心啊 从此以后啊 我不再去投机行了 我就好好的研究啊 如何通过股票交易赚到利润 那么利福摩尔最终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讲 大家好啊 接着讲利福摩尔的故事 时间到了1899年 现在呢 利福摩尔已经22岁了 手上有了1万多美元的交易资本 他就啊 想在股票市场大干一番啊 成就自己的事业 那么他这一次的交易成果怎么样呢 实际上收获还是不小啊 虽然他的股票账户的资金啊 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他个人奢侈的生活费用啊 全都是依赖于收益所得 那特别是到了1900年啊 他结婚了 夫妇二人呢 就住住在纽约豪华的温莎酒店啊 然后呢 两个人又经常四处去旅游 甚至呢 跑到欧洲啊 去旅行了一圈啊 利福摩尔呢 还给妻子买了1万多美元的珠宝 那么所有的这些支出啊 全是利福摩尔的交易所得 要这样算的话呢 利福摩尔的盈利也是不少的 转眼到了1901年 美国股市啊 开启了一波大牛市行情 利福摩尔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这波行情 他呢 满仓做多了北太平洋 那么股价的走势啊 正如他预期的那样啊 不断向上攀升 他的个人资产呢 也要在不断的增加 等他清仓的时候呢 他的股票账户的资金 已经达到了5万多美元啊 这也是他交易生涯以来 第一次个人的交易资产啊 达到5万美元 因此啊 利福摩尔是很开心啊 那么可能也会志得意满 甚至可能也会回家和妻子要吹嘘一番 对吧 描绘一下未来的美好前景 甚至呢 还会跟妻子许诺啊 自己也要成为像约翰盖茨那样 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股票超级做手 那么第二天啊 利福摩尔回到了股票交易大厅 做过交易的朋友都知道啊 如果说你做多 赚了一大笔利润啊 等你平仓的时候 脑子里啊 不自觉的就会产生 这波上涨行情啊 差不多了 可能要回调 甚至于要转世的这样的判断 利福摩尔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啊 他选择了两只股票要做空 他把交易指令下给了经纪人 分别是啊 做空1000股美国钢铁 价格是100美元 做空1000股桑坦福 价格呢 是80美元 那么让利福摩尔啊 没有想到的是 经纪人拿着成交报告给他看的时候啊 他吃了一惊 因为啊 当时的价格下跌的太快啊 等他的成交的时候呢 美国钢铁的价格到了85美元 桑坦福呢 到了65美元 这个价格呢 都比他报单的价格啊 低了15美元 利福摩尔就感觉啊 情况不太好 那么第一次股票交易破产的那种情景啊 马上浮现在眼前啊 他丝毫不敢迟疑啊 立即啊 又给经纪人下达了平仓的交易指令 那么等经纪人 带着平仓的交易指令啊 成交回报给他的时候啊 利福摩尔傻眼了 因为美国钢铁的平仓价格是110美元 桑坦福呢 是90美元 每股啊 都亏了25美元 那么刚好2000股啊 不多不少 5万美元啊 损失殆尽 这个时候他的股票账户啊 就剩下个零头了 那种沮丧啊 那种懊悔 甚至是愤怒的情绪啊 那都不用多说了 毕竟人生第一次有了5万美元 只在账户里放了一天 现在啊 就损失殆尽 所以啊 利福摩尔垂头丧气的回到家 跟妻子把情况一说 他都受不了 就不要说他的妻子了 那肯定啊 是更加的愤怒了啊 那么利福摩尔这个时候也有意思啊 妻子明明已经这个表现了 他还不合时宜的跟妻子说 去年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啊 买了1万多美元的珠宝给你 现在赶快拿出来 我去抵押啊 然后贷款出来 等我在股票市场啊 赚多了钱以后呢 再赎回来把珠宝还给你 还没等他说完 妻子立刻就怒不可遏啊 就说你简直是疯了 你要是真有这个水平啊 那5万美元就不会亏掉 难道你想把我们最后的这点资产 也亏光吗 两个人不欢而散 那么两个人的夫妻 这个生活呀 只维持了一年时间 从此啊 就开始了漫长的分居生活 利福摩尔这一下打击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他也没有那么多想法 那么有了 然后很快就失去了 这种打击啊 是贝加的煎熬 利福摩尔啊 也不好意思再去找富勒顿先生借钱了 因为他以前说过呀 我不再去投机行了 而且自己又没有把握在股票市场赚钱 所以说更张不开嘴 这个时候啊 留在纽约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利福摩尔想了一想 哎 回家吧 回到马萨诸塞的老家吧 已经七八年没回去了 那么和他第一次回去啊 那种啊 趾高气扬的状态不同 这一次啊 他有点心灰意冷的回去啊 那么在回去的这个路途中 利福摩尔也不由得感叹 究竟路在何方啊 吃了喝他 再给他摄像 稍干了 那边 然后呢 терри福摩尔想